如果没有尽早赶快居民大家发现 及早发现赶快撤离出来的话 今天的损害绝对不止这样子 那我们就想要请问了 我们看到昨天王宏威 他有站在蒋万安的旁边 可是呢这个姬太建设 他王宏威他在他去年议员选举 跟今年的立委补选的期间呢 他在立委议员选举在2022年10月28号 然后在立委的补选 2023年今年的1月4号 相隔不到70天里面呢 他总共拿了姬太建设的两笔政治现金 所以很多的居民很多的网友就在问啊 王宏威他是关心他昨天第一时间 在蒋万安出现的时候就站在蒋万安旁边 他是在关心居民还是在担心姬太建设 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人会看到什么政治现金 政治现金依法申报公开申报 但是不会因此而减少我任何的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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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